好 主播帶來關心花蓮的天王新大樓的拆除作業是進入到了第11天 而目前的拆除狀況已經拆除到了低樓層 因此稍晚會把原本的大型機具大鋼牙換成怪手以及破碎機 那後續會持續來拆除一樓跟二樓 而稍早建設處的科長也已經對外做出最新的進度說明 先來聽一下稍早訪問 昨天到今天的進度已經把三樓跟二樓的一半已經拆除完了 現在剩最後後半部的一樓跟二樓的部分 那待會也會配合檢調做梁柱的取樣 好 可以聽到除了是目前的拆除進度跟狀況是走在原本預定的行程之外 其實在昨天晚上八點多也傳出了好消息 因為原本受困在裡面的貓咪花花原本是一度現身了 不過原本工程人員上去要捕捉的時候他卻一六焰的不見了 因此目前還沒有發現他的蹤影 而在稍早原本是有吊掛在上面的母雞也自行脫困 因此稍早這個人員是先把母雞給抓起來 並且已經送到這個動植物的防疫所做後續的安置以及檢查 那麼最後是還有一隻貓咪這個偶膩 目前還是沒有發現他的蹤跡 那麼以上就是現場為您掌握到最新消息 先把時間盡頭交還給棚內主播